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特色就是大众精品 那所谓的大众精品的概念就是 我们贩售的是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 对不对 所以是我们每一天都用得到的产品 比方说卫生纸 比方说牙刷牙膏 那如果是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 是不是大家都有需要呢 那如果我们今天把品质跟价格 做到别人没有办法超越的时候 我们来经营这份事业 是不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所以用了就省钱 回购率非常的高 我们在推广爱多美的生活必需品的时候 大家都会成功机率都会非常非常的高 好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奖金制度 分成五个架构来跟你做一个解析 那我们一个架构一个架构的来跟你介绍 那相信各位一定可以听得懂 好 首先第一个部分 我们就来先谈一下所谓的会员注册 好 会员注册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今天用了某一个产品 你觉得非常的好用 而且又很便宜的话 你想要加入会员 那你可以透过你的推荐人 那购买一份这个入会申请书 然后呢 进入我们的网站填写之后呢 然后寄到公司 你就可以成为会员了 所以你觉得东西好用 你可以分享给其他人 一样的方式 透过一份这个会员注册 然后就可以成为爱多美的会员 这个非常的简单 好 那大家看一下画面 我们爱多美是免入会费的 所有台湾的会员 只需要购买一份50元的资料带 那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爱多美的会员 不论你是想要成为消费者 或者是想要成为经营者 所有人都是50块 加入会员之后呢 大家都是一样的 自由消费 不需要每个月绑定消费的责任额 所以跟你去一般的大卖场 量饭店都是一样 进去想买什么 都是你自己决定 而且呢 一年只需要消费一次 你就可以维持你整年度的会员资格 打个比方 今天是1月18号 我今天如果买了一箱卫生纸 订到我家 那我的会员到什么时候呢 我的会员就会到明年的1月18号 这样大家理解吗 所以每一次你的消费 你的会员资格都会自动续约一年 非常的简单 好 那整个爱多美卖场 我们目前最最最便宜的 是画面上这两样产品 一个是我们的袖珍包面纸 卫生纸 那另一个是我们的轻柔棉护垫 所以换句话说 我一年一年 我可能只需要花72块 我就可以维持我整年度的会员资格 那各位 你就看你家里想要买什么 你就买什么 这样就可以了 我不是跟各位说都只买卫生纸 所以你家里想买什么 你自己决定 有消费就可以自动续约一年 成为会员之后呢 我们会给所有的这个会员 两个很大的一个功能 第一个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爱多美的网路直购超市 所以打开你的手机登入APP之后呢 你可以上我们的这个购物中心 然后点开来就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选购你需要的产品送到你家 手机点一点就可以买东西 非常的方便 第二个部分 我们会给你一个云端办公室 那这个办公室可以记录呢 你每天 你所属会员 他们每天消费的点数的一个累积 换句话说 我们只花了50块 我就可以获得一个全球网购推广的平台 你不需要烦恼物流金流教育服务 通通免费送给你 这样创业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不像过去我还要嫁网站 我还要找产品 我还要找通路 我还要打广告 再多美50块 我们通通把你搞定了 而且是全世界的推广 好 会员注册我们就讲到这边 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讲的是点数 好 PV是什么 PV非常的简单 就好比各位 我们今天你会去卖场 去量饭店 去便利商店 现在几乎所有的通路 买东西 是不是都希望你加入会员 那我加入会员之后 我都可以享受累积点数的这个 这个权利 好 再多美也是一样 我们每一个产品 除了它的价格之外 下面都会有一个叫做PV PV就是点数 那我们累积点数呢 是根据你消费的 你的个人消费的PV 会决定你的会员等级 好 那第二个部分是 你这个PV的累积 就是点数的累积 是不限时间 而且终身有效 永不归零 这个部分我会不断地跟大家强调 点数的累积 不限时间 终身有效 永不归零 然后呢 我们所有会员啊 不管你是什么位阶 你是新会员也好 你是中王大师也好 所有会员消费买东西的价格 都是相同的 所以不会因为你加入得早 你买得多 你就比较便宜 没有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这个PV啊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我们的点数是金额小 但是它的点数非常的大 比方说我们的六部曲 六千八百块 但是它的点数有多少 十三万PV 换句话说 我们在累积PV的过程 是非常非常快的 非常非常快的 好 那PV怎么计算 很简单 只要各位 你小学有毕业 你会加法 你就会算了 PV就是这样 你买任何的东西 比方说我买了 十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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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各位 十加十加十是多少 三十对不对 好 那点数就是这样算 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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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就 三十万PV 非常的简单 好 再来我们来聊一下 会员等级 我这边会用比较 清楚的方式 跟你做个介绍 这边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的会员等级 是根据个人消费 累积的点数来决定的 那所有会员都是 自由消费 不限时间 点数永不归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刚加入会员的时候 是不是新会员 都没有买东西 点数是多少 零 好 那假设呢 我买了一盒贴布回去 一盒贴布有一万PV 或者我买了两盒 大牙刷回去 两盒大牙刷 一盒五千 两盒就是 一万 好 这个时候我就会成为 销售代表 累积一万PV 我们就具有 领取奖金的资格了 好 这个大家要记住 那随着我持续的消费 我每天都要刷牙 洗脸 上厕所 所以我持续的消费 我的点数 持续的累积 有一天我累积到三十万PV的时候呢 我的会员等级就会变成 经销商 这样是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有在洗脸 刷牙 上厕所 好 累积到三十万PV 你持续的消费 持续的生活 点数不断不断的累积 就会像这个样子 从经销商 累积到七十万PV 就会变成 杰出经销商 依此类推 一百五十万PV 叫代理商 两百四十万PV 叫做精英代理商 这样大家有清楚吗 有 很清楚了 好 我们再往下 那这边 我们刚才有提过 个人累积一万PV以上 才具有领取奖金的资格 那一万PV 大概是多少钱呢 好 在我们台湾 大概是五百二十块 到七百八十块 不等 好 所以这样其实 我们刚才有说过 金额小 但是点数是大的 好 当我累积一万PV以后 我就可以开始累积 左边全球所有消费者 以及右边全球所有消费者 消费的点数 好 比方说像这样 这是我截图我的账号 好 我的总积分是多少 两百四十万对不对 那大家还记得 两百四十万是什么等级吗 精英代理商 对不对 好 那就会有分成 左边会员的点数 跟右边会员的点数 好 这只是举例给大家看 好 所以点数我们讲完了 很快吧 我们来进入第三个部分 组织形态 好 爱多美的组织有这四个特色 双轨制组织 无限带延伸 跨国跟PV全球连线 我们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做一个解析 好 双轨制组织的意思就是 我们只要认真做好 左边右边几条线 两条线 昨天我们俊豪新光大师 在讲自动销售大师的时候 大家有记得吗 是不是认真做好两条就好了 不是三条四条 无限条 是两条 好 所以认真做好两边 我们就可以成功了 好 左边全部的消费者 右边全部的消费者 所有人消费的点数 我们都可以累积得到 再来 我们的会员是全球 无限带延伸 什么意思呢 各位如果你有你的会员账号 你回去之后你可以打开 打开我们的组织图 组织图打开以后呢 会有非常多的会员的名字 好 简单来说 不一定是你直接推荐的 你可能也不认识他 但是你的组织图打开 看到的都是你的会员 所以我们都要去照顾 对不对 好 所以各位要尝试我们的组织图 你的会员组织图打开 不管是不是你直接推荐的 有可能是你的朋友推荐的 或者是你的推荐人 往下安置的 不管是什么情况 只要是你的会员 消费的点数呢 都跟你有关系 好 我们来看一张图 大家会比较清楚 假设各位 画面上最左边 这是我 我呢 分享了一盒贴布给我的邻居 我的邻居呢 他一买回去 他觉得非常的好用 那刚好我的邻居呢 是一个大陆人 那大陆人有时候回家 对不对 回家他就拜了一些伴手礼 那这时候他就买了几盒贴布 回到他的家 好 那大家知道 大陆有个特色 就是人非常的多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 贴布带回去 听说不错用 拿了几盒回去之后 大家也觉得 很不错 也想要买 所以 因为一个经由贴布的关系 我们的消费者就这样子 无限制的延伸下去 所以 好 在这个框框里面的 所有会员 是所有会员 都是你的会员 那我们只分享了几个人 一个就是我的邻居嘛 对不对 那这样是不是很可怕 我可能只分享了几个会员 然后呢 他们各自分享出去 消费者就这样子 延伸出去 一直到哪边 全世界 全世界 好 所以目前 爱多美在海外 有14个分公司 有开幕 那我们可以任意 在这14个国家呢 去分享爱多美 去推荐会员 那这14个国家 各自也可以彼此的 分享跟推荐 好 那大家有期待 我们接下来 即将要开幕的是 越南 然后呢 印度 再来呢 中国大陆 所以市场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真的是做也做不完 好 再来呢 我们的这个 点数的累积啊 它是跨国界的 虽然我们住在台湾 你的会员可能来自世界各地 但是我们的网路是无国界的嘛 不管你的会员在哪一个国家 在什么时候 只要他有上我们的网站消费买东西 这个点数都会自动呢 累积到各位我们的账户上 换句话说 你的消费者可以骗击全世界 好 好 组组织形态 我们也讲完了 我们再来要讲 奖金发放跟 奖金种类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可能会稍微 难懂一点 不过大家尽量吸收 我们现在讲 奖金的发放 爱多美的奖金有四种 有四种 那第一个叫安置组织奖金 也可以称为每日奖金 第二个呢 叫领导贡献奖金 也可以称为大师分红 全球分红 第三个是我们的进阶成就奖励 所以昨天我们有看到 非常多的大师上台接受表扬 是不是都有拿礼物 好 那个就是我们的进阶成就奖励 那这个礼物可以拿几次 一次 不是每次合格都有 一次 一次性的奖励 第四个奖金是什么 叫做教育中心的津贴 所以爱多美的奖金是四种 那我们的这个奖金的发放 它其实占了我们全球总 PV点数的70% 换句话说 公司拿这个点数的70% 作为奖金发给会员 好 那这个比例其实是非常的高的 这个昨天我们剧总有提到 去年的营业额是不是45亿 那发了多少 发了15亿出来 将近三分之一多一点出来 这个比例是非常的高的 好我们来介绍第一个 安置组织奖金 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时候结算 什么时候发 那结算其实很简单 它是每日结算 除了礼拜天之外 所以画面上有打勾的日期 打勾的日期 我们来看一下 从每个 每个礼拜二 礼拜二开始算 礼拜二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然后 从礼拜三 抱歉 从每个礼拜三开始 到下一个礼拜二 那这六天的奖金 是每天结算 什么时候发呢 下一个礼拜二 好 那我们再 看不懂 我们再看一次 每个礼拜三 开始算 一直算到下礼拜二 然后呢 什么时候发 在下一个礼拜二 所以隔周二发奖金 好我们继续 大家看一下 礼拜三 到礼拜二 隔周二发奖金 所以每天都会去结算 好 那 这边可以吗 大家看得懂吗 好 这个动画 我相信大家看 看得应该很清楚 好 这边有一个 我们安置组织奖金的 这个表格 那 这边只要跟大家 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的奖金 有八个等级 那这八个等级 从 第八级到第一级 第一级是最多的 好 那画面上的右边 会有点数 这个点数跟PV不一样 这个点数是奖金 五点 十五点 一词类推 好 那五点的奖金 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是700块左右 好 那十五点呢 大概是2000块左右 好 那各位 如果十五点是2000块 30点是多少 好 十五点是2000 30点是 14000 好 所以没错 就这样很简单的算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安置组织奖金怎么算 好 这边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计算安置奖金的依据 除了个人会员等级之外 我们还要看小编的点数的PV 所以一切都是以小编PV去做计算 什么叫小编 业绩比较小的那一边叫小编可以吗 好 所以当我是销售代表 什么是销售代表还记得吗 自己消费累积达到1万PV以上 好 我是销售代表 我的小编PV 不限时间累积点数达到30万PV的时候 我可以领五点奖金点数 所以五点奖金大概是700块钱 当我是经销商等级的时候 同样的条件小编累积30万PV 我可以领15点的奖金点数 大约是2000块左右 当我是杰出经销商的时候 30万PV我领多少 还是15点 怎么没有增加 各位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的奖金不会因为我自己买了很多 我就领很多 而是依据我底下会员消费的点数去做计算的 所以没有 所以你没有必要为了领很多奖金 就一次把自己的个人会员等级买很多 除非你很喜欢消费 那当然没有问题 好 结束经销商 如果我的小编业绩 在一天之内超过70万PV 我可以领到30点 30点大概就是4000块 好 再往下呢 如果我是代理商 我的小编30万PV 我领15点 70万PV我领30点 150万PV呢 我会领到60点 那60点是多少 2000 4000 然后呢 8000对不对 好 一天8000块 当我是精英代理商的时候 我的小编30万 我还是领15点 所以大家有发现吗 不会因为你自己消费的特别多 你领的就特别多 我们都是要依据会员消费 底下会员消费累积的点数去做计算的 70万PV领30点 150万PV呢 90点 150点 250点到300点 所以300点是多少 是不是4万块 因为30点是4000嘛 300点呢 就是4万 好 我们这边来补充说明一下 在爱多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福利 就是我们一开始经营的时候啊 你可能不是全职 那你一开始可能会因为工作或家庭的关系 你没有办法投入太多的时间 但是你很认真在分享 那我们的点数会不会因为时间到期而消失而领不到呢 不会 我们保障30万PV这个等级不限时间 只要你认真分享 你有持续的消费 你都可以领得到这笔奖金 那这样是非常的好 有点保障底心的概念有没有 一定领得到奖金 好 那这是刚才那张总表 我们来举例给你看 好 来这是一样那张图 对不对 我的总积分是240万PV 那我是哪一个等级 叫精英代理商对不对 好 那请问我的画面 左边右边 哪一边是小边 左边是小边对不对 是多少 算得出来吗 2000万PV对不对 所以2000万PV 好 精英代理商对2000万PV 往右看 几点 250点 250点是多少 3万块 那一天3万块你觉得怎么样 那如果每天都3万块呢 是不是太棒了 那有没有可能做到 怎么做 认真做没错 每次成功学院都要来对不对 好 而且我们的市场是 我刚才说过 全球无限 所以你只要持续持续的 在这条路上 你有一天点数 账号打开 也会像这样 好不好 好 还会不会增加 那封顶是多少 5000万 5000万对不对 所以这样 大家这样是不是很懂了 好 我们再往下 好 这边再举例给你看 我加入会员 然后我请我的家人加入会员 我请我的朋友也加入会员 我们就说好 大家消费就好 开心消费就好 好 个人点数 永不归零 还记得吧 然后呢 不限时间 累积满30万 PV 好 所以开始了 假设我很喜欢 买卫生纸 我就一直买卫生纸 可以吗 我们没有规定会员只能买什么 对不对 我想买什么买什么 我买卫生纸 买买买买到30万PV 好 那我的家人呢 很喜欢贴贴布 他就一直买贴布 买贴布 然后我的朋友呢 很喜欢吃蜂蜜 就买蜂蜜 三个 你看画面上这个状况 自己30万PV 好 左边30万PV 右边也30万PV 我就可以领 15点 领完之后呢 隔天重新计算 好 那我自己的账号 点数 永不归零 所以还在 所以换句话说 我接下来 只要我的家人 朋友 有持续的消费 持续的累积 不限时间 当下一次 左边30 右边又30的时候 我就可以再领一次 15点 所以不管是 推广 或者是致用 是不是都可以领奖金 好 这保障底薪的概念嘛 好 那安置组织奖金 我们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要看 领导贡献奖金 好 那一样 从什么时候发开始 每个月的1号到15号 这个周期 合格的话 你的奖金 是在当月的 22号发放 那16号到31号 16号到月底 下半周期 合格的话 你的奖金 是在下个月的 7号发放 所以我们的 这个领导贡献奖金 是半个月结算 然后一个月发两次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7号跟22号 记得就好 好 领导贡献奖金 有七个等级 好 有七个等级 我们从销售 钻石 玫瑰 一次跟大家介绍 首先是销售大师 我要成为销售大师 我自己呢 是杰出竞销商 在每个月的 1号到15号 或者 听好是或者 或者是16号到月底 任何一个周期 你想要挑战 你只要符合 左边 所有消费者 加起来250万PV 右边也250万PV 你就可以晋升成为销售大师 销售大师可以均分全球总PV的10% 那大概是12000块左右 半个月 好 这样可以吗 这个销售大师是我们爱多美 非常重要的一个位阶 销售大师 那我要再往下晋升的时候呢 我是销售大师 我是不是也希望 我的伙伴也成为销售大师 所以我培养我的左边 两位成为销售大师 右边也两位销售大师 这四个销售大师 不一定是你推荐的 他有可能是你的会员的会员的会员 不管怎么说 我刚才说过 组织图打开 看到的是谁的 是不是都是你的 所以左边两个右边两个 不管你认不认识他 左边两个销售 右边两个销售 你就是钻石大师 好那记得 一样有1号到15号 16号到月底 任何一个周期完成 是同时完成 不是说我上半期 左边两个合格 下半期右边两个合格 这样有没有 这样没有 是要同一个周期完成 好 钻石大师可以均分 跟钻石以上的位阶均分全球PV的5% 大概半个月是2万块 好2万块 再往下呢 叫玫瑰大师 所以接下来的方式就都一样了 我想要当玫瑰大师 我就要培养左边两个钻石 右边两个钻石 我就可以晋升玫瑰大师 好那玫瑰大师呢 半个月大概分红在5万块左右 好 再来是星光大师 星光大师这个比较特别 想要挑战星光大师 你自己必须先维持 合格玫瑰大师三次 第四次才可以挑战 好这个要特别记得 自己维持 维持什么 维持玫瑰大师合格三次 第四次才可以挑战 所以包含我第一次 晋升玫瑰大师是不是一次 然后我还要合格 两次 总共加起来三次 第四次才可以 挑战星光大师 好这个要特别记得 好星光大师一样 左边两个玫瑰 右边两个玫瑰 你可以成为星光大师 皇家大师呢 左边 一样 本人 维持 合格三次 星光大师 这个时候 我左边只要培养两个星光 右边两个星光 我可以晋升 皇家大师 好再来就 王冠大师 所以接下来 大家都应该都很清楚了 本人维持 皇家三次 第四次 左边培养 两个皇家 右边两个皇家 我们就可以晋升王冠大师 最后一个 最高位阶叫尊王大师 怎么培养 怎么晋升 左边两个王冠 右边两个王冠 就晋升 尊王大师 对不对 好 那我相信各位都听懂了 好 全球分红 怎么晋升 我们都跟大家讲了 我们再来讲 颁奖 有什么奖品 当我成为销售大师的时候 公司会一次性的奖励 给你一盒蜂蜜 一套五建筑 及一盒 这个清洁四建筑 一次性奖励 当我成为钻石大师之后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三个东西 会多一台平板电脑 多一台平板电脑 那玫瑰大师开始呢 我们就会有现金奖励了 玫瑰大师会有 韩币两百万的现金奖 以及国外旅游券 两张 国外旅游券两张 新光大师呢 会有现金奖 这多少 一千万韩元 四张旅游券 皇家大师呢 会有五千万韩元 以及四张 十一天十夜的欧洲旅游券 好 那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这个 每个月的汽车出租费用 以及这个 这个叫刷卡金 活动经费 两百万韩元 好 那至于你要不要租 你要不要去刷卡 那就是你自己决定 反正公司呢 一定会颁给各位 好 再来 王冠大师 一样 现金三亿韩元 以及四张欧洲旅游券 所以再去一次 再去一次 这时候会有车了 公司会直接付清 然后一台车送给大家 只要你是王冠大师 然后每个月呢 刷卡金多少 五百万韩元 大家知道五百万韩元多少吗 大概十五万 大概十五万 好 最高位阶的 中王大师 韩币十亿 然后呢 四张欧洲旅游券 所以你去了几次 还记得吗 皇家大师去一次 王冠大师再去一次 然后呢 中王大师再去 所以你去几次 去三次 好 再来这时候会有房车 也是房车 然后呢 刷卡金 然后个人办公室 以及秘书跟司机 所以是不是很多奖项 对不对 好 一次性奖励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完毕了 我们接下来再讲教育中心的一个津贴 教育中心是什么 教育中心就是负责服务以及教育所有会员的一个场所 那你想要申请教育中心呢 你必须要符合一些条件 比方说你必须要符合销售大师几次合格的资格 那如果你是中心长 你底下有非常多的会员 所属中心是你的中心 那这些所属会员 他们订购产品的总PV的6% 会作为中心费 补贴给中心长 作为你营运这间中心的 这个营运经费 比方说你要付租金 你要付水电费 你要付助理的薪水 好等等 所属会员PV总和的6% 好 所以我们把爱多美的奖金制度 分成了五个架构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相信各位 还听得懂吧 我讲得蛮快的 因为这个怕大家 拖到大家下课的时间 我们一开始讲什么 注册会员免费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点数是什么 其实爱多美的点数 跟我们去一般卖场 买东西那个点数 概念是一样的 只是换的东西不一样 以前我们去外面卖场 换什么 马克杯 换锅子 换菜刀 换什么 砧板 有没有 现在我们在爱多美 累积点数可以换 现金 累积换现金 那累积点数 是不是还要记得 自己的会员等级 依照你的会员等级 去决定 你每天领到的奖金的上限 再来我们跟你介绍了 你的会员 跟你是有关系的 全世界会员的无限连结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你现在会员很少 持续的分享 有一天你也会有海外的会员 好 再来 我们的奖金是占了 我们总PV的70% 好 70% 那什么时候发 怎么发 我们刚才有跟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了 所以帮大家复习一下 整个奖金制度呢 就是分成这几个部分 这样大家有清楚吗 有 好 我们实际来举例一次给你看 怎么领第一次奖金 相信你 你前面都忘记 没关系 好不好 你记得这个就好了 领到钱很重要 对不对 好 首先我们要做什么 第一个我当然要成为会员嘛 对不对 注册会员多少 50块购买一份资料带 而这个资料带 希望哪一天我们如果台湾的法规有 进步的话 可能50块也不用付了 大家是免费加入会员 对不对 好 因为50块是政府规定 必须要有一个资本资料 所以公司呢 才特别推出了这个50块的资料带 好 不要小看这50块 这个成本就不止50块了 因为它里面的印刷是非常精美的 好 50块成为经营者会员 那消费者会员跟经营者会员 差在哪里 在你申请 寄申请书的时候 差在哪边 好 各位你要记得勾经营者 然后要多付一个什么 存折 为什么要付存折 不然你奖金要发在哪边 放在我这边吗 一定是发在你的户头嘛 好 所以大家记得 要注册成为经营者 记得你要勾经营者会员 然后呢 附上你的存折 但是不用担心 不管你是消费者或是经营者 我们所有会员的权利 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自由消费 没有业绩压力 不用担心 好 我成为经营者会员之后 第二步是什么 第二步我是不是要 累积个人点数 至少 一万PV 好那还记得吗 比方说买一盒贴布 或者呢 我买两盒压刷 我就可以有一万PV 这个时候我就具有领奖金的资格了 对不对 好 我累积个人一万PV之后 再来呢 我是不是要开始去分享我的会员 所以我分享左边右边至少一个 各位有两个朋友吧 有吧 有吧 有两个朋友吧 很简单 左边右边至少一个 再来第四步呢 第四步就是 我左右两区 这边是左区右区 所有会员合计累积达到 三十万PV 所以呢 左边三十万PV 右边也三十万PV 这样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五步呢 第五步就可以下周二怎么样 去刷存折 然后呢 看一下奖金入账 这样很简单 有吗 注册会员 然后累积至少一万PV 分享两位会员 然后累积三十万PV 再来隔周二就可以去刷布置了 这样有听懂了吧 我真的是不知道 在怎么更好的方式跟大家讲 所以希望今天的奖金制度 对你有更 让你更清楚的了解 如果你真的不了解的话呢 你就领一次看看 你就了解了 因为当初我也是这样 好不好 好 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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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